我是Bruda的Ashley 我是Bruda Elvia Bruda開始的時候是由咖啡開始的 咖啡最特別的地方是來自亞洲地區 我講返以前是同事 當時我很喜歡在餐廳自己做咖啡飲 然後我就跑去結婚 跑去生嬰兒 我又去了上海、北京做事 但我心裡想做自己的事 但不知是甚麼 有一個項目去越南 那邊的同事知道我喜歡喝咖啡 他介紹我去越南中堡 叫大勒 我去到之後就認識了一對夫婦 他家庭之前來種咖啡 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會做廣告、公關、品牌 全部都是幫人建立他們的品牌 其實我心裡都很想 很想有自己的品牌 他有機會認識了農夫 我又有機會試了咖啡 不如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有沒有機會把越南咖啡 拿回香港 精選一些阿拉伯克的咖啡 然後我去找一些地方去讀精品咖啡 我們展開了這個學習的行程 現在學習的女次就認識了這個高人 就是Eric 他是在咖啡的工廠裡面負責 是KINGC的工作的 由BARISTA開始做過 有做過檢查 工廠裡面負責 也有做過Quality Assurance 出來之後 做事的時候就面對更多的人 而這些人就提醒我 其實你對自己的工作是有熱性的 就算醉咖啡好像一個簡單的東西 一個需要 但其實你也可以對它有熱性的 我覺得因為我們三個都沒有做過生意 所以有很多時候要撞 還有我們有沒有很大的 一些Marketing Budget 去做一些廣告等等的事情 我們是很自然去做這件事 要找一些大的客人 是可能他們是來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想值著咖啡和茶 處理一個好 一個生活風格 在正能量的生活 我們其實都是一班中年人 最壯年的已經過了 但其實我們仍然都 很有熱誠去建立自己的事業 我覺得三個都在一起 最有動力去推動我 繼續向前走